2023中海校春季展演 汇聚这个主题 其实从一开始的视觉设计上 我们就在思考 要如何去挑选一个最合一的画面 那第一个想到就是 吴梅松小长的一个画作 因为校长的画作之中 不管是生命力或张力 都是最强最大的 所以说后来我们挑了一幅画作 叫飘鸟风景拼画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在画作之中 不管是用色或是它的构图里面 都可以凸显出整体的张力跟效果 那也是希望 透过这幅画作的部分 去阐述 中海校学生经过三年的一个淬炼 也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 拼贴出最美丽的一个风景 那因为艺校本身是一个艺术的一个摇篮 那我们是希望说 能够将艺术里面最重要的一些人文 品德等等之类的精神 能够熏陶学生 引导学生 世心学习 世心发展 那相对的 在今年的一个创作之中 总共有六个科 十二个组 两个实用技能班 以及非常可爱的国小部的赋予双语小学的学生 能够在从3月28到6月24号 有总共有十个场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一个展现 那也是希望说学生那个展现部分也能够再次回应呼应到我们画作之中 展现学生的一个创造力跟想象力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来做我们这次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主轴 那也是希望能够贯彻校长讲的创意不离手 艺术在带着走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这次我们表演艺术的方面有到像大东啊文化中心啊那些表演场域吗 OK那我们在这次的一个演出啊市政府中庭是我们的第一场 那后续延伸的包含大东 还有我们的社交馆 甚至还有那个文化中心 以及甚至我们这一次也特别美术馆的内围的一个艺术空间 还有中华艺术南北校区 甚至还有跟外面坊间就是那个博尔币星34的一个艺术展览空间 共计有十个场次的一个演出 那我们是希望能够提供学生各种大大小小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今年展出有一个特别亮点就是在我的右手边 我们这次特别邀集了六个国中伙伴学校 能够将学生的作品一起大手牵小手 在这些多人的场域之中也能够一起做艺术的一个推广 那这六所国中你可以大概说明一下吗 OK那这一次六个国中分别有蛮长时间 有跟艺术有相对应的连结 有一些是我们附近邻近的一个伙伴学校 那一路从旁边的七贤国中 寿山国中 国昌国中 厚金国中 英明国中 还有凤山国中 这一次我们算是一个抛装引玉 第一次就是跟艺术有一些相关 不管是国中技艺教育甚至社团 或是有一些艺术讲座之类的邀请部分的一个连结 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抛装引玉的部分 未来也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再跟其他所有国中有更好的一个连结 好那在我右手边有非常大的展场区域 这是中华艺术学校美术科的展场 那美术科总共分成广告设计组跟造型艺术组 那我们今年展出的主题个作品的部分 主题是叫造诣 那是希望说学生透过这三年的一个学习里面 不管是在设计或是造型艺术的一个领域 都能够有很好更精进的一个呈现 那尤其是在我右手边的地方的这些画作 今年高雄市全国学生美术比赛 美术科学生非常了得 今年在版画类 十件作品中 十件全部进入前三名 而且这次件都能够顺利送到全欧赛去参赛 那我们希望他们也能够有更好的一个佳机 那学生都能够在所有的绘画之中 去把他个人的创意跟想象力 运用学校所教育他的各项技术跟媒材 充分去发挥 然后能够受到这次委员的青睐 那我想这也是在整个艺术教育里面 能够受到委员的一个肯定 而这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回馈跟价值 那各位可以看到 不管是学生在用色 甚至在技巧部分等等 都能够善用所有媒材 那把在画作之中 清楚的将自己的一些创意跟理念 还有技法的部分 做一个忠实原味的一个呈现 那作品其实呈现部分都相当的多元 手法也都相当的特殊 都能够欢迎就是所有对艺术有兴趣的一些贵宾们 或是相关的民众 都能够到场来给予学生鼓励跟支持 OK像这一幅画作是今年的高雄市初赛 全国学生美术比赛版画类的第一名的一个作品 那我们在版画的一个创作里面 以往大家都会用所谓的胶板 那我们在今年的一个处理上面 有蛮特别的我们做了很多复合式平板 甚至用了所谓的石膏板 这是比较少学校会去做的一个呈现方式 那这幅作品除了高雄市的全国学生美术第一名以外 还得到全国的版画佳作 那同时也拥有既有申请资格15%加分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殊荣 那相信在所有的作品之中 其实版画其实是一种最容易呈现 复合式的一个表现的一个形式 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尽量让学生在 既得的一个技术之中 充分将他的想象力跟创造力 还有个人对于创作的这个部分的思维 能够在画作之中清楚呈现 甚至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我想这就是最好的回馈 这话是我们全国学生专题制作的历年的一个获奖专区 那我们会将每一年的全国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甚至有加作非常好的成绩的部分 我们会帮他汇集起来 那在这地方做个呈现 每年专题制作将近上百组的学生参加 能够拿到全国第一名相当不容易 那我们已经连续12年有拿到了全国的冠军 那我想现在专题制作也正在如何如何进行 那我们是希望学生每一年都能够有很好的 在不管是探究 或者在专题这一块能够去学到这样的一个团队的一个精神 在这个区域展出的是多媒体动画科的一个创作 那多媒体动画科学生无非就是喜欢有关插画漫画 甚至有关动画的相关人物的一个这个部分的一个创作 那在每一年的课程之中 我们特别推崇就是这个原创插漫画的一个创作 那学生除了他在坊间所看到的动漫画以外 他也可以依照这些学习之中所学到的专业技术 来个人创作属于自己的一个角色的一个原创 那我们每一年会辅导学生在这些原创角色之中去参加各项的竞赛 那甚至除了这些角色的设计以外 在我的右前方这个地方 我们也会引导学生透过特色设备去做相关的一个文创产出 那各位可以看到不管是纸交代 钥匙圈甚至胸张 甚至也会帮学生制作相关的一个库卡等等 都能够变成学生最好的一个升学配成资料 而且好像是校圈的时候 学生们都拿出来一卖 另外一个这个也是很特别 那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原创角色设计以外 另外一个更重要是如何延伸到生活之中 所以我们在课程之中有引导学生 透过LINE贴图的一个设计 也就是说从原创角色设计之后 延伸变成是一个系列性的商品 那甚至这些东西我们都有让学生引导 让它变成是LINE上面可贩售的一个商品 那借由这个方式也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那相对也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特色课程做一个彰显 那在右手边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今年的一个规划 目前正在如火如土在做相关筹备 我们让所有的原本毕业的同学原本的国中 他将他原本国中的生活的一些点滴 还有学校的一个特色制作成未来属于该校的一个学生的一个校贴图 的一个LINE贴图 那我是希望说后续我们在相关系列展览之中 也能够让学生亲自把这些LINE贴图送给原本的学生跟原本的校长 就是让大家回忆起原本他在进入异校以前 在国中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生活点滴 甚至还有学校的相关特色 这也是我们这次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那中海一校多面移动画科这个LINE贴图的部分 其实大概从103年左右 我们从特色课程的一个申请 教育部的特色课程申请一直到特色设备的一个申请 一路一直到正式2014年2015年 一路一直到现在 我们也辅导学生能够将他的LINE贴图一个系列性完整性的一个方式 做一个呈现 那其实已经可能已经超过将近有百件以上学生的作品 都可以在LINE的方方网站里面去做贴图这个部分的一个搜寻 那也是希望说透过实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创作 那也能够重新让他作品走回生活 而不是冰冷冷的可能只是在他的作品集之中 是甚至可以回到生活之中 甚至也可以做一些延伸的一个推广 右手边是这一次影剧科电影电视广播组 青春卡麦拉的一个主题展 那电影电视广播组的学生 无非就是喜欢拿摄影机 还有相机的部分去记录生活的相关的点滴 那也让学生练习去使用特色设备 甚至像虚拟摄影棚 能够去真的务实自用的去学习 如何真正去做到拍照应该要的技巧 还有些相关的专业知识 那能够应用到生活之中 那甚至除了静态的一个作品呈现外 在我的右手边的地方 我们在今年的部分也会引导学生 去拍摄各式各样的微电影主题性的 那甚至这两组作品 一组叫做物中的故乡 另外一组叫嘉将 那分别都有在今年专题制作 已经进入复赛 那我们期待他今年的部分 能够有很好的夹击 因为我们电影电视广播组 已经连续好几年拿下全国专题制作第一名 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借由这股气势再接再厉 在这个展区的部分是中海销时尚工艺科的展区 那时尚工艺科非常特别的 就是在精工饰品 陶艺文创以及木作 还有更重要学生的服装走秀 是我们在整个课程发展的一个主轴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右手边的地方 有各式各样琳琅满目时尚工艺科学生的作品 比如从精工的这些相关的饰品 OK还有到类似像这样的豪盲雕刻人家豪盲雕刻人家豪盲的一个工仔 甚至可以去仿一些生活的一个素材 各位可以看到非常精致 像一些食材等等之类的这个部分的领模 那甚至在我的右手边 甚至还有到纤维的一个领域 学生也可以透过布织布跟纺织的一个动作部分去生产 一些所谓的生活文创 甚至还有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 就是奇艺 奇艺在台湾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少人认识的一个技术 那我们刚好课程之中有这样的一个专业师资 也能够引导学生去认识什么叫做奇艺 那在我左手边我们还有甚至还有很多台义大的教育资源 跟着我们一起 就是在课程之中给予学生很多专业知识 那这是属于陶艺的一个作品 那我们是希望能够透过手捏的一个动作 让学生更加认识各种质感的一个属性 以及在做烧陶的过程之中 去了解陶跟右之间上右色的之间 所演变的一些千变万化的一个 整体的色调的一个呈现 好像听说你们这个学生 在这个作品还有学习以后 很多都其实都考上很不错的学校大学 对时尚工艺科其实我们已经有连续四年有学生都直接用繁星进入国立大学 那有很多学生他是透过GEO的一个方式进入国立大学 那我想这些都是在学生透过这些课程之中所学习到的多元的技能以外 另外一个最好的回馈 那个看起来好像皮鞋的是 这个是皮做的吗 这个是金工的饰品 金工所以它不是皮 它不是皮 它是金属 它是金属 哦是哦 照看之下好像是真的耶 对这个作品的话 其实有点像是学习让学生做所谓的打样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鞋子的制作其实都有一些所谓的版型 那其实很多人觉得金工是属于冰冷冷硬邦邦的东西 但是透过学生的巧手跟创意巧思也可以用这么 人这是大家印象中比较坚硬的东西 也能够透过一些手法跟质感的临摹呈现出很柔软的皮鞋感 这个看起来真的很特别 那其他的部分各位可以看到在这地方有玻璃的一个绒玻璃 那也是透过类似像马赛克的一个拼贴 让学生去剪裁各式各样的玻璃 那再透过摇烧的部分去产生融化的时候 玻璃就是不可预期性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呈现 那在呈现的部分也相当的多元 那也透过一些相关的特色设备 也能够让学生将一些基础造型所学到的一些原理部分 在这一个玻璃的一个领域部分有一些相当多元的阐述 所以它变成了一些生活器皿嘛 还有艺术品嘛 还有这些是手工艺术品 上面这个部分是颜值 颜值的话是早期英国教堂里面修女所 就是在闲暇之余所发展的一个手作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也透过课程里面各位可以看到 学生也可以透过课程在基础造型 美的形式原理渐变 甚至在色彩的一个配色上面都能够有很好的发挥 所以加上学生在各式各样的一个想象 还有一些基本颜值的一个技巧的一个授课过程中 学生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多元呈现 右手边的部分是我们音乐坑跟武道坑 每一年我们都会把他们在春季展演 不管是在大东 甚至在文化中心的各项演出部分 汇聚成一个影像的一个层次 那透过在现场的部分让民众也能够在这地方 众所没有进入到艺术殿堂 也能够在这个市委行政中心的场域之中 观赏学生的作品 那各位可以看到右手边这边有四位 也是我们今年春季展演会演出的小朋友 那我们希望他们在今年的演出能够顺利成功 那甚至这位同学今年考上了国立大学都相当的不错 音乐科在这几年的国立升学金榜几乎是百分百 那我想我们也称这样的一个气势 预祝所有同学升学顺利 欢迎加入华伊大家庭 恭喜恭喜 这是中海校影剧科表演术组 还有我们影剧技术科学生 在今年准备要演出的剧展青春抛物线 那在整个演出内容之中有戏剧 流行舞蹈歌唱创意造型 舞台设计灯光设计 甚至还有节目主持等 那我想我们预计会在从3月28到5月25等等 或在高雄市市委行政中心大东甚至社交馆 学生都能够将他最热情最有活力的各项的演出 做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呈现 那你们影剧科有什么特色吗 影剧科的学生其实有影有剧 那我们以后有分成目前跟幕后 那目前的学生就是各位可以看到的 从戏剧的演出 街舞 肢体表现 甚至到刚刚可以各位可以看到 巴胧GK有学习啦啦舞 甚至还有一些传统 有关各位可以看到三太子 太子还有跟一些传统舞蹈的部分 甚至嘉将 关将手 还有甚至宋江镇 都是我们在课程之中跟传统文化连结 非常重要的呈现 那还有在整个戏剧部分 流行舞蹈甚至唱歌的部分 学生都能够将他在课程所学的一些 包含人家讲的P5 也就是所谓的街舞的部分 都能够充分去做个呈现 最近好像有他们的表现不错 好像有得奖嘛 而且那个观光局办的那一个 内门宋江镇也是他们去表演的吗 对 那这是中海校影剧科的学生 在今年全国舞蹈比赛 拿下全国第一名的作品 那这次非常高兴能够应邀参加 那个内门宋江镇的一个演出 那也甚至是全场 唯一高中子的一个压轴的演出 那影剧科在这几年的一个 不管是全国的舞蹈比赛 热舞比赛 街舞比赛 甚至拉拉舞等都拿到全国第一名 甚至还有嘻哈舞也是拿到全国第一名 我想这些都是学生跟老师 还有学校共同努力最好的一个成果 今年华裔副小展出的主题非常的特别 因为中海校副小旁边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站 叫龙猫睡到站 那我相信在各大媒体都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呈现 那艺校的部分也不防虚让 我们在国小部的一个课程安排里面 特别安排了一个叫做龙猫睡到轻旅行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让学生户外教学 能够搭着轻轨到每一站轻轨的重点的区域里面 去了解各地方的文化历史甚至到动物园 我们也可以了解所有动物的生态 甚至在沿途过程之中也能够认识每一个区域 他所在地发展的一些历史 那将这些课程学习带回到校内之后发展各式各样 他们所在轻旅行之中所学习到的知识 那甚至转换成作品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个呈现 那各位可以看到不管是动物的 甚至到客公馆学习到的一些星球的知识 甚至刚刚还有一些机器人 还有在各式各样的一个场域里面 他们所学习到的东西都能够将它在课程之中 有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呈现 我们国小部有什么特色吗 中海校附设双语小学最重要的地方 除了在布定人文的一个课程学习外 更重要的是双语的一个呈现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左手边这个部分 我左手边这是我们每一年中海校 都是唯一被邀请参加中式Cuso放放放 甚至还有戴观音娜专访的一个指定的学校 那每一年学生都能够透过课程 将他所学到的创意 甚至他们身上所穿着的一些道具设计等等 充分的跟美语去做个结合 那中海校是在双语这一块的一个艺术表现 我想也是在高雄这个部分是首屈一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指标 还有这样的一个精彩呈现 那今年2023中海校春季展演汇聚 总共有六个科十二个组两个使用技能班 以及我们最可爱的华裔附设双语小学 从3月28号到6月4号 共计有十场次的一个多元丰富艺术呈现 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大手牵小手 西家带卷也可以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 也给这些学生最好的一个鼓励跟支持 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哦 杨新闻记者陈文平高雄采访报道